我们台湾 尤其我们台湾来的朋友 选举那么多也很有经验 所以这次一出来 11月3号 这个晚上我们直接的反应 一定有这个 一定有很多合理的 我讲啊 坐票行李 一定有 我们台湾来的太清楚了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这一次 这一次啊 支持川普的话 就是保卫保卫美国 应该到了这个层次 也是就是说这个 圣意和邪恶的对比 所以没有说 所以说没有说两面好好 每个人要站出来 所以到美国来就是 因为美国是一个自由的国家 今天美国这次冠军的选举 如果说如果说这个 川普不能继续执政的话 美国是一个大灾难 所以我们看来 我们来美国四十个人 所以就是每个人要站出来 都有力量 因为很多媒体 已经被他们收买 已经有厉害的声音出不来 所以我们支持川普 支持美国的人 要在街头上站出来 还有力量 在街头上站出来 太多了 我也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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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